定規資訊環節 全部站起來 站起來 有分campaign會有兩個session 上莊之後 第一個就是moccam 另一個就是campaign moccampaign其實不明文規定 台後會通常都是以前上莊 例如上莊 上莊 然後campaign是公開的 問到的東西有year plan 或者我們individual post 上莊之後會怎樣運作 或者他們對我們的year plan 或者對我們運作的模式 有些意見 他們就會給我們意見 Campaign的模式每次之莊都不同 但通常都會是時間比較長 通常最少都十二三個小時 四日三夜 只是可能睡一兩個小時 而全程都是坐在桌上 去被人質詢 我就不覺得一定要通宵 有時大家都會覺得 只要時數越長 越搶 就好像大家就越辛苦 就代表大家做了很多事情 但其實未必 因為其實諮詢大會 我覺得最後來講的是 效率的問題 我們會有作出的少許改良 就是多了一個休息時間 因為我們始終都是覺得 你一次過說完所有的意見 在一群year-one年輕人聽的時候 可能有時他們未必能解釋 所以我們就覺得休息是必要的 都需要時間讓他們在中間休息 去思考一下這些意見 究竟跟你自己意見不對 究竟你懂不懂用 或者他說的東西對不對 Campaign 2 其中一個很大 就是你會透過這幾天幾夜的通宵 一些這麼要捱捱的工作 會感受到的事情 是你可以知道你究竟對這些裝備有多博進 其實可能有些人會說 大家一起通宵 好像關係會深一點 但其實我又不覺得通宵不睡覺 跟拉困關係 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大的關係 我覺得不是的 未說到他Campaign的內容 已經看到他的模式一直存在爭議 這一樣容易令人負面標籤的物體 又有沒有一個充分的意義 令他一直保留呢 其實可能在Campaign之前 會有些想上莊的人 你會不肯定他是為了上莊而上莊 還是為了他的名銜而上莊 其實現在都聽過很多 大學這件事就說到好像一定要上莊 變了很多人都會覺得 我一定要上莊 要不然我大學生活第一年就浪費了 但事實是否這樣呢 上莊背後是否真的滿足自己個人的慾望呢 我們就覺得Campaign會是對他們的一個試煉 就是會想透過這個Campaign去看清楚 究竟他們是否真的想上莊 準備這個Campaign的途中是會審視一下自己的態度 其實他可能不想上莊 可能他為了一個其他朋友而上莊 可能很多這些比較深層次的問題 他們根本就沒有 就是談莊的時候沒有談清楚 只是太早就談工作的流程 這時候就希望可以給他們 談這些事情 大家去透過Campaign去交流的時候 就發覺自己的理念和大家其實都有一些出入 最後我就決定了去放棄這個上莊的機會 全民諮詢大會打著諮詢的旗號 但實際出來有沒有諮詢之實呢 亦說是諮詢都不是最重要的東西呢 我覺得Campaign primary的意義就是諮詢 就是因為模擬諮詢大會的時候 就是為了令到莊更加了解到 他接下來一年他有什麼要做等等 要一些有經驗的人去帶領這個會 也都是要問一些有quality的問題 至於在全民諮詢大會裡面 真的要回應會員訴求 獲得會員的應受性 但是在這個場合的時候 就是上莊上莊的意見 其實就真的未必那麼有用 或者應該說在模擬全民諮詢大會裡 都應該全部都給出來 原意是諮詢所有人的意見 而不是諮詢上莊的老鬼的意見 更加不是諮詢不作業 沒有這個學生會會員身份的人的意見 你會沒有想過 上五屆、上六屆 甚至上很多屆的 上莊會為了你剛剛上莊的這個人 而回來 在這裡跟你說一些他的opinion 很窩心 就是 我感覺到他們是care的 那當日的campaign 是很少的會員去出席 應該要可以令到每一個 member、每一個學生 都會想發表他自己的意見 有一部分都會是 可能關於模式方面的 那始終有些人都不是很習慣 在一些那麼嚴肅 和那麼緊張的氣氛之下 去給一些comments 或者問一些問題 所以會令到他們 可能未必想 很有意欲上來 每一屆的人 都會喜歡用standing order 用一些比較house的策略 其實是 抹殺了更加需要 給意見的普通members 抹殺了一些基本會員發言 那令到他們不想發言 這件事其實絕對是 本會倒置的 最主要都是 上莊都是想問回他們 問的問題 比較多策略 比較嚴厲 應該是抹殺了策略的時候才做 策略應該真是 諮詢所有的會員 上莊會壟斷了發言 上莊他問問題 他會預備了一個flow 就會令到會員 第一就不會夠膽去問 因為他們怕打亂上莊的次序 而他們都覺得自己是局外人 好像問問題會價格不入 這樣 現在的奇名副根本就是一個小圈子 達不到真是給我們釐清我們的概念 以及不能夠讓會員去知道 其實我們propose今年的莊奇 是打算做些什麼 還有有時候我覺得問問題 其實是流於很形式化 就是我要問了那堆 我覺得那些下莊要在諮詢大會 在那裡要被問到的問題 但是其實那些回應或者一些意見 其實都沒有流於幫助下莊去學懂一些東西 另一件事我覺得都是會訓練到的 就是一個忍耐力 因為有時候很多人 很多時候Camping聽到的意見 未必是你覺得對的 但是你都要笑著 對著他們點頭 還有就是不要濫用no comment on comment 因為很多人都是會罵錯 因為不理解台上的人的價值觀 去服從 他真的有需要去澄清一些東西的時候 no comment on comment 就掩蓋了它 甚至只是給台下和其他人去繼續comment 辯論這一回事未必真的好 未必說在這個時候是適用的 因為我們最主要是聽每樣的意見是些什麼 no comment on comment 其實自己都是有一些的保留 因為雖然就是說可以真是吸收到 或者去想完才去反駁 或者根本就不能反駁 其實同時也是抹殺自己的發言權 他們始終有的經驗是一定比你們多的 他們會給到你的意見 其實是會說到他那一年經歷的有什麼問題 一年後見到一年前的自己犯過的錯 是可能現在你的下章 都是說完同一樣東西 或者都是犯同一樣的錯的時候 就會明白那個錯是有幾大問題 應該是會影響幾大 計劃的功夫 之後就希望他們下一年就會過得勝利一點 所以不會有太多未預測的問題發生 就不知道怎麼解決 你一年經歷的事情 會是可能經歷很不同的事情 但是他們的意見是會令到你更加去反思 就是是不是看得這一年太容易 或者overthink了一些問題 很多人其實大家上莊的時候 大家都會覺得自己一定可以做得好的莊母 不需要問很多人的意見 或者問完一些意見 都可能只是聽完就算 能力的確確在那一刻 那個情況之下 你真的會很清楚自己的能力去到哪裡 Camping另一個具爭議的地方 就是他的氣氛 那種稱之為嚴肅認真的氣氛 又有什麼作用呢 嚴肅認真其實都是一個警惕 去給台上會中和台下會中 其實這是一個很認真的場合 因為每個人都有他們的身份 而他們的身份說的話 都是代表著 不單是代表著自己 還是代表著成之莊 當我們做到這個環境 是一個很認真嚴肅的環境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很專注在這件事裡 Campaign都很著重的 因為是standing order去進行的 去到那些地方 其實才會迫使到我們每一個 是真的想清楚上莊問的問題 或者真的認真去看待 每一個字我們說出來 可能你平時 即是你flow了它 都說了一些東西給你聽 但是別人這樣的形式 其實有時候是不免會有錯流的 就是始終你自己傾裝 如果閉完早居 一直這樣做下去 其實是沒用的 因為它是一問一答那個模式 你聽完台會中文問題 然後你就要自己思考 然後去舉手答 我覺得這一點是可以 ensure到 遲些要上莊的這班人 是可以真的想清楚他們做什麼 還有真的有自己的想法 唯有靠的只是Campaign的時候 當有發覺這些問題的時候 就會有些比較重的懲罰給他們 然後讓他們記得這些東西是不好的 我也有經歷過一些諮詢大會 是很輕鬆的 但是問題是大家都輕鬆到 就是好像有些稀氣的時候 其實真的未必可以令到台上會組 或台下會組去專注 諮詢會員的這回事 如果根據我們上年的經歷 我就會覺得 如果不是Campaign的話 就好像 因為就好像是一個比較 informal的形式 所以大家在Consultation的過程 就未必說真的好像準備Campaign那麼認真 所以出到來可能那些意見 只是好像輕鬆地拉過 當然你說成效是否會是差不多是 我真的會聽到會員意見 但是效率其實相對地是低了 因為真的有太多的辯論 嚴肅、認真 究竟是否我們平時理解的嚴肅和認真 還是只是一個語言藝術呢 有些人覺得嚴肅的確 令整個氣氛很緊張 很嚴肅的時候 令到人們真的會很留心去聽 究竟上妝說些甚麼 但有些人太惡 或者只是流於去罵別人的話 其實有些人下妝未必學到東西 因為他真的很害怕 所以很多時候就會覺得 一個嚴肅、認真的氣氛 就是要很大聲去罵別人 但是去到去做上上妝的時候 其實大家就會在思考 其實是否一定要罵別人 罵別人 就是代表你可以達到那個目的呢 是否這樣就一定要代表嚴肅、認真呢 但是開始就覺得其實未必的 有些上妝就像飯桌一樣 提升了知識 但是可能可以有其他的妝友去補鑊 跟下妝說有些甚麼問題 其實無理的人都是必須的 我覺得 因為有時候這些無理的行為 其實背後都有一個有理的意義在 就是說會訓練到我們 譬如我們要堅強 或者我們要 對我們自己所持的價值觀 要很確定 而去反駁他們 但是其實 其實因為我們要知道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理念 所以其實如果你要強加於你自己的理念 去給其他人 其實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很多人都說想去令到 CAM成一些沒甚麼大志的 沒甚麼 passion 的一些新裝 就是自己做一個醜因 令他們團結一些 但是奈何其實很多界 或者外面的人都會覺得 過了之後 他不會覺得有這個效果 以前就有人聽過的 其實這些芝麻是做到一個 好像氣氛的營造 但是 可能你不需要用那麼長時間 去罵一群台上會眾 去令到環境很tense 如果沒有花那麼多時間 他真的找清楚 究竟他的位置在哪裏 其實只會傷到 裝飾 傷到個人的自尊 或者甚至抹黑了 各位的新的下莊 還有他們只是很想去 去掃造一些答案 令到上莊不罵他 多過是他真的用心去想 究竟他們的答案 是否他們自己來年想做的活動 或者是否他真的從一些 會員角度去出發去想這些 其實未必是 Camping會有 就是向會員交代你的想法 變成去喘測會員的想法 無罪無理的行為 我都有見過的 就是真的被人指著來罵 還有 最後那個人扔東西 去到一段時間 我已經不再很熟悉新莊的情況 這個時候 我都曾經說過 不少一些不應該說的話 無理的指望不是真的那麼多 大家聽到的都是 可能是比較罕有的例子 你聽的版本 通常不會是有溫和的版本 通常都會聽的版本 就是那些已經是人身攻擊到 令到整件事很出名 但是去到上莊之後 都會有很多人回味當時的Camping 原因普遍都是這樣 因為Camping的時候 然後有一件事就是傳指仔 因為Camping的時候 張友和張友之間 就不可以聊天 所以大家就會傳一下指仔 然後可能指仔說的話 是很無聊的 或者是加油 繼續回答 因為始終成莊 其實是一兩個月的時間 其實大家感情不是真的很好 但那一刻你真的覺得 是一個很激烈的環境 令到大家真的 那個合力越來越強 其實我覺得Camping對莊友的關係 沒有特別很大的作用 某程度上大家經歷了多了一點點東西 你的關係自然會拉近跌跌 但我不會說Camping是最大的因素 令到大家的關係變得更加好 初頭是比較恐怖的 但去到中期後期 中期後期其實是溫情會先輔後甜 始終Camping也是一件好搶的事 它可以讓你知道的是 這一年的妝期 不是只有你一個人 在Deep Nemo上面 就會有很多 就是鬧下台下會 那種的指眼 其實那些都蠻好閃的 某程度我們都會覺得 就是落了妝之後 想回到另一份回應 最窩心的就是 譬如想裝滿一條問題 以我們全的妝系 一起舉手去搭 其實就是體驗到 莊友之間的互信和一條心 Camping是一件很令人感動的事 就是會有一班莊友一起支持 帶來這個Camping和熱狀 每支裝每個人 過完Camping之後 都有不同的感受和意見 但又有多少人 可以保留這種感受和意見 去到他們落妝 甚至將他們轉化成為 那邊他們自己 裝Camping的一種動力 我覺得嚴厲是可以 是有互相尊重的情況之下去進行的 我自己搞諮詢大會的時候 是有 就是大家會有一套的行為 我們是不可以做的 我們不可以用手指罵人 我們不可以扔東西 千萬不要為罵而罵 不是被會員發洩 一些怒氣落你之狀 始終在港南這麼多年 經歷過不同的這些場合 個人都會被這些場合洗腦 即是都會明白 你見到下妝未必是做的事情 是跟自己預期一樣 都是會有些敏鎮和有些失望的 但是那個程度 就應該未至於是去到反台 都有不少上上妝 是純粹覺得 我有一幫上上妝一起裝 我都在那裡說話 大家一起說話 也都很多時候這一種人 就會再罵得更加厲害 或者是中生已經罵了一次的人 又再罵多一次 其實很多人都是想著 做過這個位 看到以前的上妝 都是這樣罵你 好像我只做過這個位 那就做回這件事出來 而不是真的想回整件事 或者整個嫂子有沒有好處